四位很会 瑞人超呢 四位我们刚刚一直不想开始录音 因为吃太多了 没有太多 我还想继续吃 因为我正想说这个东西 这个呢 你想吃二套到底可以吃多少 这一集呢我们就是延续呢 这个大象山坚果 那因为大象山坚果 谢谢这个我们先学长也在现场 大象学长在现场 来 这个大象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那个瑞人导演 还有我们四位学姐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大象山的总经理亮相 叫我大象就可以了 对嘛 我觉得叫大象也很亲切 我觉得刚才有个特色是 他拿了一个特别的咖啡 就是说可以配他的坚果 超好喝的 有一个大象山有一个礼盒 对 这是我们今年跟欧色咖啡合作的 然后今年中秋节卖的非常好 也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喝咖啡搭坚果 有什么好处呢 咖啡跟坚果配在一起 这一次欧色咖啡的李亚廷大师 他帮我们配了一支秘鲁的庄园咖啡豆 很特殊 就是说 我第一次喝到的时候 我想说 这什么滑哥啊 什么蛋而无味 这样子 但是真的喝了之后 然后再去配坚果之后 发现说 哇 这个果然是大师 那个坚果刚好可以把他那个咖啡的那个平淡的味道 把他整个垫厚 然后让他吃起来更有韵味 然后喝完那个咖啡之后 这个咖啡的尾韵非常的长 大概有长达十分钟 你嘴巴都会觉得有那个咖啡的 其实他不会淡的无味 没有到就是 比一般外面淡一点 可是很好喝 对对对 这是为什么 那现在问题来了 这一次我们搭咖啡也很重要一个原因 现在我的问题来了 很好喝又很好吃 我就很耍脆 然后吃不停 那我还是想先 先从一题 这一题先请教这个大象好了 这个坚果 当然有建议的食用量 我们之前谈说 每天30公克 好 这是一个建议食用量 对 但是像我们这种一直吃一直吃什么 这个会不会有胖的问题 这个热量的问题 你跟我们分解一下 很好的问题 常常被问 但是我如果讲错的话 那请医护人员不要来打我 因为我是用我的身体去证止给你看 跟你所有的理论都不太符合 就是说 我刚才有讲到说一个点 就是我每次在研发的时候 我都要吃6到8个小时 那吃到6到8小时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第一个你中午不用吃了 因为你吃不下去 我们录音正好是中午 我发现真的 我们现在没有那个饿的感觉 可以继续 第二个晚上你一定是强迫自己去吃饭 因为你整个肚子都很脏 那吃了太多的坚果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其实你的油脂分泌的速 分解的速度太慢 会造成你的碳水化合物不足 所以你会有很强烈的吃饭的欲望 虽然你的肚子很脏很脏 但是你还是想去吃饭 所以我强迫我自己去吃饭 强迫强迫 我们今天吃很多 我们晚上就可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强迫我们自己要去吃饭 对对对 因为那个油脂的分解速度还是没有碳水化合物那么快 那其实坚果真的是说你说吃太多会不会怎样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过年的时候你吃瓜子开心果 你会有限量吗 就一直吃一直咳 一直咳瓜子 对 你后来说平常我老婆会限量 但过年过节应该没有人敢去限量 因为那是一种happy的感觉 对 那请问一下你吃完之后你会什么样的效果 你会变胖吗 有 过年我都胖三公斤 那一定不是吃坚果 我不是 就是吃饭 吃太多的大鱼大肉了 伯伯煮的全吃光 我是那种 什么剩菜剩饭 我会把它全部惊到我肚子 然后伯伯就说我是 好媳妇 你回去见人餐厨吃一个礼拜就会回来了 对 那基本上坚果的话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不要天天吃到过量 你偶尔吃过量其实是没关系的 对 比如说你可能吃个两天三天 然后你停个一个礼拜左右 那你可以去share掉你平常的那个量 那你一次吃得很饱很爽这样子 对 但是如果说你每天吃那么大的量 我也蛮害怕的 因为曾经有过客人跟我讲说 他的那个什么血脂肪的话 那个浓度变高了 但是所以这个就吃了有点过量 而且那一种身材都是胖胖的人 就讲我吗 没有你还不够胖 我现在还继续 我现在边录音还要边继续 对还要更胖的 这样才可以做出一个好访问 就是我要抓感觉 我等一下问什么 然后你看这个学长讲这个很棒 但是另外一个更棒是我觉得 我现在看到这个坚果的麦象 就是它外形 这每一颗都饱满 就是很可爱 然后我就很想把它咬下去 这是另外一个除了口味 其实以我吃目前的几只来讲 除了说比如说蜂糖泡泡 这可能有加蜂糖泡泡 这个它有故事 它自己研发出来 自己弄出来的 这是一个新的 我们等一下会 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这个企业有什么创新 可能有些新的 这是创新的口味 但是本质上这些都干干净净的 而且你看它 因为它不是油炸 它热烘焙 它没有什么 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油脂 这个是我刚刚一开始就有讲到 说你的原料不能乱买 单江山的品牌定位 我希望给大家一个高品质 高价值的定位 所以我们的原物料在买的时候 不会用最便宜的 那个概念去买原料 甚至原料商 他们供应到后面 他会知道说 你的原物料如果不优的时候 那你再来大象山 他一定会给你退货 在这边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有一年那个厂商 那个报义商 他就说我有进到一批那个胡桃 有点油耗味的 大象你可以帮我处理一下吗 我说处理一下 好像不太适合 我跟他讲说 你如果说一般没有品牌的厂商的话 那你去卖给他 他可能不知道哪一个供应商 我这个是有品牌的 我做了20年的品牌 然后你跟我弄一批有问题的原料来 你再便宜卖给我 我的价 那个品牌定位 一次就over了 我怎么可能拿来跟你玩 我好不容易把他养到 20年的那个大象山的质感 是到这个位置了 然后一次就被你弄坏掉了 所以我后来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没办法 麻烦你去找白人 那厂商也很厉害啦 他们后来真的还 一直把那一批原料卖掉了 但是我不方便讲说 他怎么处理掉了 对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说其实 坚果牛肉多吃 其实没关系 那我们常常会听到客人 就是很坚持 一天要吃五到八克 很相信营养师的理论 五到八克一口又没了 对 真的很少 但是说真的 我常常遇到这种客人 我都跟他讲 那你不要吃好了 因为没有效 我们出去露营啃光子 那是什么 是五到八包吧 一群人在那里 很开心在聊天 对 那个是一个感觉 其实我后来在想的时候 其实我有在分析说 为什么卫生署会去 国卫署会去推荐 五到八克 一个拳头的量的原因 真的我妈很follow 因为我后来觉得是说 如果她今天跟你讲说 你每天坚果要吃三十公克 然后结果你吃完之后 你跑去健健的时候 你一验出来都是血浓度太高 大家可能不会归咎到 你其他的食物上 全部要怪罪到坚果上面 国卫署可能很难去解释 对 其实以这些机关 健康机关来讲 重点是平衡 对 你不要什么东西摄取过多 其实任何好东西 吃多一定是不好 那我们先把坚果先放旁边 我们回到人 其实说到对面 大象真的是蛮有趣的 因为之前我们有访问到 大象学长他其实是工学 他念机械 然后又跑去日本 那日本你念了什么 念语言学校 然后第一年的话 我拿到日本N1的 N2的日文检定 第二年是拿到N1的日文检定 日文的话是五四三二一 我们以前只有四级而已 那数字越少越难 N1已经是最好了了 台湾就到N1了 那个N级我不懂 我连一个N都考不了 我有念两年日文 我一个N都考不到 N级我不懂 N1已经是最厉害了 我们现在考验一下 来请大象用志文 来跟人家介绍一下 你跟大象山 我们Podcast节目 international的 日本也有听 来一下 大家好 我是大象山的Soukelly Lite申します 我是大象山的Soukelly 夏日文检定 我已经有20年 我有感觉了 我觉得他讲日文比较帅 讲中文没那么帅 我觉得你讲日文的时候 有那种日本的那种感觉 就整个就帅度增加了好多分 帅度是有 刚刚的那一段内容 跟我们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 你刚刚讲了什么 我说我是大象山的总经理 我叫賴先生 那我卖坚果 賴先生 我叫我卖坚果 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请大家多多指教 这样子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好 赞 只会这一句而已 没有 证明那个N级N级是真的 真的啦 N1已经是最好了 我有一次在马街医院旁边的 那个台北马街 那个双联市场 然后在那边卖 做生意 结果有一次呢 因为他旁边有一个那个hotel 日本人常常住 那就有一个日本人跑来买坚果 结果呢 我就用那个日文跟他卖坚果 那其实那个 我后来有看了一些日文的资料 然后所以我就一些什么 Norilu-san 那个不保脂肪酸的日文 然后去我就可以用那个 什么蛋白质 然后那个mizanaru 那个矿物质 这些东西 那个都专有名词 那个不是随便都会 就像英文一样专有名词 真的很难 其实因为 那时候日文比他溜一点点 所以就用日文跟他销售 就是卖完了之后 旁边的卖衣服 出来看着我说 多了一 哇 崇拜的眼神这样 菜市场卧武藏龙 还可以用日文 讲日文不打点 还可以用日文卖东西 然后他说 那个菜市场真的是卧武藏龙 真的不得了了 蛮爽的 然后还有 有时候就是会在店面 遇到一些日本的厂商 日本的客人 然后就会跟他用日文销售 然后那个日本人 他就觉得很亲切 怎么卖 你有想要把你的东西卖到日本吗 因为你的logo跟包装 那要等我手备粗一点的 因为日本的话 那个成本太高了 不是卖不进去 是那个需要很大的资金 其实坚果真的可以行销全世界 对啊 这么好吃 好 那我们刚才讲说 机械 然后到学一些日文回来 然后中间有仲像谷这件事情 对 然后当然中香菇一段时间 就体验 我看报道好像写说 就是体验到做农夫的辛苦 腰不好 我的腰不好 我的腰从来都没有好过 所以我后来选择 就是我比较做一些 比较文弱的那个工作 比如说可能翻译啊 或是一些业务啊 或者说去当他日本的那个监督人这样子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等我日文念完回来之后 我们的香菇事业就把他收掉了 就有点可惜 那时候你几岁啊 我是1995年回来的 1993年去的 OK 好 那回来之后 然后后来就衔接到市场 没有 在日商公司 就是我以前 其实我做生意的技巧 老实讲 对日本人是又爱又恨 因为我做生意的技巧 后来都是在那边学的 因为我那个工作蛮特殊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是以前阿公阿嬷 那个什么 那个去排队啊 去领酱油啊 领面线啊 领洗衣精啊 洗洁剂那一种 你只要去听完课 然后他就送你这个 然后他是一种宣传会场 然后卖健康床 酵素啊这种东西 然后会发现说 日本人真的是很会做生意 很多东西 他可以把他效果讲到让你 连我们都被他着迷了 我们以前花了很多的钱 在公司的产品上 那个我阿嬷以前也买了一台 也是三四十万的什么电疗机 对 就是那一种 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是说 我觉得说我还是想去做自己的事业 那一开始也没有什么规划 因为我家养蜜蜂 养蜜蜂为什么我不想去养蜜蜂 是那个蜜蜂 被咬过 被咬过是小事情 是发生了一些 比如说我爸爸会叫我去帮忙搬蜜蜂 搬蜜蜂都在晚上 然后每次要搬蜜蜂的时候 其实倒是花季 那花季的时候蜜蜂都会大量繁殖 里面甚至还有蜜蜜你知道吗 然后我又很瘦 我那个蜂香我挑不起来 所以产生一个很好玩的现象 是我爸在挑蜜蜂 我在车上在叠 把它叠好这样子而已 就反过来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哇 务农实在是太辛苦了 而且蜂蜜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行销 我觉得农民最惨的状况就是说 不是你不会种 不会丰收 而是行销上面都常常被中盘商有点 我们以前印象很差的叫剥削 所以为什么我后来想自己去创品牌 创通路 还有一个自建自己的工厂的一个原因 大概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做得很辛苦 但是也是一直坚持下去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想自建通路 你讲这个我们都非常认同 如果大家想知道养蜂人多辛苦 请听上一集 蜜蜂先生 蜂蜜先生他的一个创业故事 不过他就是那一种 就是可以刻苦耐劳 一年离家两个月 然后你讲的都没错 因为那个蜜蜂晚上要回朝 你才能够伴他 他有说他每一年他爸爸有两次 你们家里现在还有吗 有有有 现在换弟弟在养 而且弟弟有去上过养蜂班 上了三期 他现在养的比我爸还要强 你们家这样子几个蜂香 现在大概180到240 那个厉害了 那个厉害了 那你家卖蜜蜂还是蜂蜜 还是卖很多 那我家的 你在店里面看到蜂蜜 那个是我家的 我弟弟养的 而且是纯的 因为我们买 像我都是在买 你要去听 那个蜂蜜什么叫做不纯砍头 我就弄懂 上一集有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不纯到底是要砍谁的头 对 所以你的卖的蜂蜜都是纯的 对 而且是不胃糖的 我弟很坚持就是不胃糖 对 因为他讲的胃糖这件事 真的 真的是有养 而且真的有养 过因为上一集都讲得清楚 我跟他买蜂蜜 对 好 那我们先放蜂蜜在旁边 我们回到坚果 回到坚果 在市场卖 然后因为市场给了你一个 就是有人介绍你说 这个东西 因为 也强强也对 因为市场里面可能正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类似干货的东西 所以你是从市场切入这个事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应该是说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用品牌概念来看好了 好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有那种加盟店或连锁店那个概念 想要再布局全台湾的那个面 应该是说我们念书的时候 刚好去遇到宏记在创业的那个过程 施政隆常常在讲一个U型理论 微笑曲线 就左边的话是专利技术 右边的话是品牌 中间最低的利润的话是那个什么 那个代工 所以施政隆先生当时 他开始在强调的时候 他就一直梦想说台湾必须要一个国际品牌 所以施政隆先生其实 他也很坚持宏记要用自己的品牌在走 所以我那时候在日本的时候 第一次去看到Acer的广告的时候 他不敢打Made in Taiwan 我就看得蛮伤心 但是听到看到Acer的那个广告 在日本有广告 我就觉得很爽 台湾终于有人冒出头了 所以我从以前看过的资料里面 全部都是在如何去自建品牌的那种概念 所以那时候品牌的概念就升值在你心里 所以那也为了这件事情 也跟家里也吵了很大的吵架 几乎是快要断绝往来的 是爸妈还是老婆 爸妈爸妈 可是他们做蜂蜜跟那个结果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不太懂我们这种概念 所以他会觉得说菜市场 我们常常你去发货批负给别人卖的时候 会很容易养出一群的叛军出来 其实这个概念也是正常 因为菜市场也没有什么契约 没有什么专利性的那种概念 所以很容易养出一群的叛军 那事实上也养了很多的叛军出来 所以台湾的坚果业应该好好感谢 我帮他教育了不少的土地出来这样子 但是那时候我就常常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必须要用加盟连锁那个概念分区 所以我们那时候规划北区大概6到8个人 桃树苗区也大概6到8个人 那中区的话也差不多 然后全台湾这样加一加 总共最多的时候有36个人 所以我们那时候从2002年开始卖 卖到2005年之后 大概是天下底定了 就在台湾卖坚果就没人卖得赢我们了 所以你讲的是菜市场 菜市场而已 我分享一下菜市场这件事情 其实听我朋友 如果你真的有在上菜市场的话 你会觉得菜市场有一个很厉害的生态系的关系 我举另外一个品牌好了 我们家都会去菜市场买一个叫做 面包叫做家乡 家乡也很厉害 它很厉害 你不要小看它在菜市场卖面包 而且有时候什么三个100 什么五个100这样再卖 它一定是有利润的 你去了解它Bail的生产线 它是整个全台供应的 所以这个故事让我想到说 我们大商商也是从菜市场起家 这个故事我们就继续要了解下去 因为这个真的不容易 从菜市场做品牌 这个别集听不到 只有我们这边听得到菜市场品牌哲学 来继续 其实在品牌建立的过程里面也很好玩 就是说为什么会选择菜市场 因为菜市场是最直接的 而且它的投资成本最低的 第一个你只要有新产品白一摊 比如说像我自己创业 大概花三万多块而已 买架子买棒秤 还有桌布 或者是还有买一些产品 就开始卖这样子 那其实跑菜市场的前 大概跑菜市场 那个前三年多还没卖坚果之前的话 其实赚最多的是什么 大家有听过一个专业的术语吗 就是鸡石头 你每次换产品就要换一组工具 所以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那个什么 本来有半个货柜是在堆 我以前卖过的东西 我甚至卖过味噌 对对对 很好笑 所以菜市场是一个 成本很低的创业的路径 但是你要把它企业化 老实讲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第一个 你的产品掌控性 还有你的教育训练 还有你的整个公司的文化 那个都必须要去建立 但是一般菜市场的人 为什么会去做菜市场 大部分都没有这个概念 对啊 所以我们当时的话 我们大概每半年会开一次会 然后会跟他讲说 我今年下半年做什么 然后 然后那个 明年的大概要做什么 然后你现在的趋势要做什么 学长你真的不容易 因为 不是说在菜市场做卖的人 他的 他的程度怎么样 而是说他会在菜市场卖 本来就是他的背景 对 所以你要去沟通 比如说你要沟通管理品牌 对 你要面对在菜市场卖的人 去做这件事情 本身就不是容易的事情 是 而且我做了一件事情 应该是大家看了都会傻眼的 因为后来在做教育训练的时候 我去买一台摄影机 以前没有那一种 手机没有录影的嘛 用V8那种 对 我就架在一台摄影机在后面 然后客人看到的时候 你是要抓小偷是吗 我说抓小偷 我又不认识你 你跑掉我也找不到你 我怎么抓小偷 后来我跟他讲说 我现在在做教育训练 我会把一些表现不太优的人 把他拉回来菜市场做教育训练 一次都做两天 然后看你的表现 我第一次在听说 菜市场还有教育训练 对 我有做教育训练 我把他拉回来 然后直接实战 员工表现不了 录影机录起来了 然后录影机 最主意为什么后来会用录影机 是比如说你 我会教你怎么卖 卖完之后 我会让你直接上场再卖 卖完之后 你在接待的那个过程里面 你跟客人讲 因为他可能我站在后面 他很紧张 那我在跟客人 跟他讲说 客人的交易的这一段过程里面 你必须要去注意什么的时候 他已经忘掉了 他在training sales 你在训练培训业务 业务背景的 对 你这种方式 没有他这个就是他有一贯在训练业务的方法 因为这个要有工具 要有工具 你用讲的有时候 不如放一个影片 你刚刚很那个 还可以重复看 对你可以回放 你可以回放 对 我第一次听到有老板亲自训练业务 是这个方式 对 但是在菜市场这才厉害 没有 是老板亲自教 因为以前我们自己在电子业做业务 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做业务 可是他是有教的 他把坚果的知识先教给业务 所以其实大象山 大象山在最强的年代大概从2005到2014年左右 目前在市场上卖坚果 没有人卖得赢我们 快十年 因为你用这种方式训练业务 业务都有坚果知识很强 对对对 甚至很自豪的一个点是 这十年里面 我们的营业员大概有25个以上 每年的年收入都破百万 甚至 队长很厉害 就是说 他用录影这件事 因为我是Sales 我知道后面有个摄影机 我真的会卖得很认真 他不用现场人在那边 所以一个老板 就是放一个摄影机 很便宜 一个摄影机每天录就够了 我觉得这个很聪明 因为以前像我们也在带餐饮业一些 辅导他们员工 其实就开会 然后示范 可是很少有老板会记得用这个工具 对 因为可以repeat 你刚刚的消费者 我们讲说学习的 学术的东西 消费者行为 你刚刚讲的什么 他是跟你怎么回应的 他不买是为什么 他要买是什么 这边可以分析 训练很多叛军 那些义务 最后都自己出去卖坚果算了 其实也因为在那边训练口才 然后很好玩的是 到后面会产生一个很好玩的现象 是很多的客人 是为了来跟我聊天 然后买坚果的 不是为了买坚果来看我的 我们在跟他聊天的过程里面 跟他们家妹妹 人家为了看妹妹去买便当有点像 对 可是是你还是你的员工 我 可是你没有办法跑从北到南 但是就是我以前都手上 其实我跑赛事长大概到2014年左右 后来我太太跟我讲说 你在 你礼拜天再继续做生意 你女儿都长大了 都忘了你的存在 所以后来我就不敢做 后来我不敢做 不然我本来手上大概有留五个位置 大概留五个位置 然后我在做教育训练用的 我感觉你应该很会聊天 对对对 而且是阿嬷阿桑很喜欢他 你不常上传统菜市场的 我在上只是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他是阿嬷阿桑喜欢 就是我们就喜欢跟男生这样聊天 卖 就是如果你从行销或业务的角度去看 传统菜市场在卖东西的方法 非常有技巧 很有技巧 我连我老婆 你知道吗 有一句话叫做 女生结婚前都逛百货 结婚后都逛市场 我也很爱逛菜市场 对 然后你知道在菜市场里面 会听到各种声音叫卖声 对对对 那个真的是蛮有趣的 主要是虚寒问暖 我喜欢 很有人情味 他卖的方法是有技巧 其实我后来有去上一个 叫POP的心灵课程 然后他有一个课程很好玩 是拉到菜市场去实战 直接派20组 30组的人出去菜市场 然后去PK 然后看你那一天 卖的营业有多少 结果那里面的团员 就常常在讲说 奇怪你怎么有那么多词 什么国际组合 什么 那一种术语 就很多菜市场 其实婆婆妈妈 应该很喜欢你这一种 对对对 所以其实如果 我真的很想多娶几个老婆 我真的可以娶 娶很多个 因为当然那时候他有偶像包袱 每个婆婆妈都想要看他去买坚果 我等一下再讲一个笑话给你听 然后其实那个过程里面 有遇过好几次 就是说 那个客人带着他女儿来 然后来买坚果 说 你今天带你女儿了 对啊 对啊 你今天怎么带你女儿了 她说 要来看你了 有时候要来看你了 她说 感觉你不错啊 我说 要看你了 但是 你们女儿可能 可以做小三娘 因为为什么 我们女儿可以做小三娘 因为我娶婆了 所以你们女儿 可以做小孩 开玩笑了 也很欢迎 那个阿姨就会很生气 我们女儿没有结果 怎么可以做 她就当真的 其实你跟她 哈拉开玩笑很开心 两个人都很开心 她就很开心 对啊 但其实就是我们 至少我们是很正向 很积极肯做这样子 对 然后那时候生意真的是很好 其实我们在2014年之前 真的是生意很好 所以搞到现在 中了一千万桶金 对 所以后来的话 为什么会 台湾那么多人卖坚果 就是被大象山卖出来 大家觉得现在坚果 很好卖 很好赚 我真的不晓得 台湾真的其实还蛮幸福 因为吃坚果 其实还蛮多选择的 但我真的不晓得说 是这个文化跟这个产业 是被你当初这样子 把他推出来的 由菜市场 而且最厉害是 从菜市场这边一路 对 而且我其实对大象山的影响 因为你打出品牌 因为菜市场比较难说 品牌 菜市场听到就是 食物好吃这样子 比较多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品牌 是从这个量饭店开始 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后来怎么又切入 这个量饭店的这个同路 因为从大概2008年之后 大概台湾的菜市场 大概都被有霸占了 然后从北到南 对啊 全台湾连华东地区 我都有派人在那边助手 可是你在菜市场的时候 大家看得到大象山 看得到看得到 我们桌布 我们后来有 一样是有 他真的很有品牌观点 在日本念书就是不一样 后来到2011年的时候 我们后来请了一个 正式的设计师 去帮我们设计 所有的那个logo 然后那个 连那个铁盘子 我们都跟他送去烤漆 那个铁盘子 因为我那时候 已经开始在开店了 然后我想说 那个黑木盘 来摆坚果很漂亮 那如何让我们的菜市场 也可以变得很漂亮 很有质感这样 然后那一年我就去设计 我们专业的带 大象山的公司 自己的带子 还有围裙 制服 还有桌布 你的戴紫白色好漂亮 然后那个过程里面 也很好玩 就是从间曾经有 三四个团员 就是说 那个买铁盘 还要多花了三四千块 为什么要花 那个铁盘好好 又没有坏 我跟他讲说 你如果不换铁盘的话 我就把你开除 因为那时候生意还很好 所以大家就被我用强迫的方式 去换了工具这样子 那结果换了两天 大家就闭嘴了 你知道吗 那一年出门的话 一个月的业绩 大概都做七十几万 平常大概做二三十万而已 那一年的业绩 过年前两个月 每个都赚 大概二三十万跑不掉 所以两天就 一天就把你的成本赚回来 所以在菜市场那一摊 你的最漂亮 对 因为你知道吗 他的白色袋子 我女儿会拿来 就是装便当袋 就是便当袋 因为女生都喜欢漂漂亮 你的白色又有日本的感觉 所以我们会装 那个铁的那个便当 和放在你的 大乡三袋子里 带去学校 那其实呢 刚刚我们导演 有提到了一个点 就是说 后来为什么想说 会跑到大卖场去的话 是因为 我觉得菜市场 被我霸占住了 那我可不可以 再继续去开大卖场 野心越来越大 就开始走大卖场这一块 但是有得必有失 就是以前我们菜市场 大概一个礼拜去两天 一个礼拜 一个市场大概顶多去两天 我们的规定 我们自己内规定 多大概两天半 什么叫两天半 我可能两个礼拜去一次 一个月 一个月平均下来 大概顶多去十次左右 你有给他们 基本以这个月 要达标的营业额吧 没有 那个是做批发的 所以就挂 就是一个加盟 加盟的那个概念 做批发的这样子 那后来就想说 转到大卖场去 所以就从 有一次去嘉益 去探柄 去我一个团员的话 他出车祸 然后就去看他 在嘉益 然后就从嘉益 北门的嘉乐福 那一间 台湾的第一间店开始开 然后第二间 在台南的仁德嘉乐福 第三间是 台中的大 大润发中明店 可是你住口口 为什么我们从南部开始开 因为那时候就想说 那边的租金可能比较便宜 第一间店我很害怕 那个租金很贵 我做不起来 然后就这样子 陆陆续续开 开了总共 每一年成长的间数 都大概是13间 所以我从第一年到第四年 我就把它开到50几间了 满第四年的时候 已经开到51间了 满地开花 对 但是也有 都在卖场通路里面 对 大卖场 百货公司 医院 还有休息站 菜市场也是你的 菜市场也是有 但是现在问题就来了 就是我们当时应该是讲说 那个 我们一统天下了之后 应该是 全世界的饼都被我吃光了 对不对 全台湾 对 全台湾的饼都被我吃光了 但是也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本来客人找不到 不太找得到我们的团员 所以他会一致买很多 现在你在大卖场 365天都营业了之后 他会发现说 我去找菜市场的语气 我不如来去大卖场去找 菜市场有个特性 比如说他不见得 每个礼拜都有 有时候是什么 这礼拜摆一下 摆一下 对 而且我一看到他今天出现 就买特多 因为我知道他不会 所以一个礼拜才去 所以你这样听起来 会share掉你的 那个市场的 对 专门市场 而且大卖发那个 会抽成比较多 那用租的 对 其实说以前的话 我们常常遇到一个 很皮的话 就是客人会问我说 你当时才要来 然后都故意跟他 不要跟他讲说 我们什么时候会来 所以跟他讲说 我等会拔 不会拔 如果有时拔我就会来 好可爱 就不如不要跟他讲 所以他就会叫他多买一点 这样子 用这种方式去行销 但是后来呢 因为大卖场越来越开 越多之后 其实影响到菜市场 所以菜市场的收入 越来越低了之后 然后陆陆续续就有离子 对啊 贪无钱 对对对 贪无钱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 应该是说 我们离子草会产生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那个 金砖五国的崛起 我们刚才讲到说 中美贸易大战 金砖五国的崛起 你跟他家一家 看他全部的人口有多少 大概将近占了人口的一半 然后占了一半 这些有钱人 开始在消费的时候 就造成一个现象 就是坚果的原物料价钱暴涨 大概涨了一倍多 比如说 我们以前的腰果的原料 一斤大概买 最便宜的时候 我2007年开始设工厂 在买的原料一斤 大概105块 甚至还有买过 100块猪头左右 然后到最贵的时候 曾经买过250块 对 那你觉得你的售价要怎么调 你不可能称一两倍啊 然后还有一个现象是说 客人说 我以前吃的坚果就没那么贵 你为什么卖那么贵 他跟你称个三年 他可以称三年 我们可能称不到三年 对 所以就后来在2015年之后 我们的业绩就一直往下走 然后菜市场的团员也慢慢离职 然后现在的话剩下五个人 36个人 剩下五个人 其中有两 有三个是我大姐 还有我二姐 然后一个是我同学 一个是另外一个 我住在我隔壁的 对 就剩下五六个人 因为主要在大轮发 这个家乐福已经很多了 但是这个老实说 也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品牌定位不清楚 就是说当时为什么没有去跟他分开品牌 就是从菜市场爬起来 其实我们当时有考虑 我也知道这个一定会有杀伤力 但是你在菜市场的倾向太强烈的时候 其实百欧公司的客人会觉得说 这菜市场也有 我就没法去菜市场买 价格拉不起来 对 但是其实我们都是用百欧公司 我们在菜市场还是卖百欧公司的价钱 对 所以我们就全台湾都统一 如果你乱卖的话就把他杀了 所以学生长如果再来过一次 你会把他分两个品牌 那百欧公司是比较高价位 可是我觉得这是很难的 除非你家里有钱 当时为什么没有把他分成两个品牌 我们当时的品项大概有60项 大家知道我们做的那个利贷 或夹链袋这种 你做一下一个产品的成本多少钱 你说对了 其实打品牌很辛苦 好不容易把这品牌弄起来 再打一个很难 对 你在2018年 我们当时要换那个袋子的时候 我们本来有60几个品项 后来为了要做团购 我们把本来比如说腰果 腰果的话就会有小包中包大包这样子 那为了要做团购 我一直想说我团购怎么做 我只有剩下一个 只好包成一个包装而已 每一个品项就包成一个包装 就以前做的那个袋子都不能用 那一个袋子的成本的话 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要创业的话 你考虑一下 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包装袋 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 历代一个的话 大概一卷子大概可以做三万三千个 现在的一个成本大概在三块 连设计费 板费那些加一加大概在四块左右 四块去乘以三万的话 你的成本是多少 算错了不好意思 一个大概在两块半左右 三万多个你大概要八万块 那你知道铝箔袋的成本一个多少钱吗 我们那时候做一个是零点六四元 那加你的板费加你的设计费那些加一加 它一次做下去是十三万个到十四万个 所以也把那一卷子全部用完了 十三万 所以一个成本大概要十几万块 那如果说我有六十个品项 你就要多少钱 就乘以六十 那你如果两个品牌 那个已经六百万了 两个品牌就要一千多万了 不要说那一千多万 你光你堆你的那个袋子 那个包装的包裁的那些 库存的空间 你可能就昏倒了 所以为什么当时没有把它拆开的一个原因 就是资金不足 对啦 一个就好打一个品牌 我们讲说经营主品牌 次品牌 讲得很简单 Toyota有这个Lessus 跟Toyota 可是当它的 就算底盘一样 引擎一样 它做两个品牌 其实是两个公司在做的事情 所以大象三 如果那时候想要做市场 也要做这个百货公司 比如说大象一号跟大象二号 这是两家公司 其实包含公司营运成本 都是独立要计算的 对 这个可能你当时 你会很理想化 就是说 你不会把它分成两个品牌 你自己来算算看 你手背够不够出 而且老实说 我们 你看到大象三 从我一个人开始做 到最多的时候 员工曾经达到150个人 其实在创业的过程 如果你没有后面 我很骄傲的一点 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是 我的创业没有用到 我爸爸半毛钱 这个很厉害 对 所以在创业的过程 你就为了要做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都不断地在投资成本 那个很可怕 他很厉害 你看 你知道 我第一次跟你怎么见面的 你知道吗 你都不知道 EMBA参访 不是 有一次打高尔夫球 然后我在打球的时候 因为那一季你们一二十一届 我是第十三届 然后打球 然后同学说 我们这一届 我说学长你们这一届有什么特色 他们就说 大象三坚果的 也在这里 他说 天哪是我从小吃的大象三吗 然后我说他在哪一车在哪里 你记得那一次吗 我不是跑过去吗 我说你是谁 你是大象三的那个吗 你记得 这是第一次 然后我给你打招呼 一有危机 我想说 我被学姐吓到了 就一个女生跑来 这么的热情 我从小 因为小的时候太久没有 但是我在出社会工作 都有在吃大象三 尤其是家乐福大轮发 所以那时候是以崇拜的眼光过去看 原来大象三的老板长这个样子 对 他是第一次见 原来大象三的老板长得不像大象 没有 其实那时候觉得他蛮清秀的 我顺便讲一个过程 我觉得可能他在日本念书 他有那个日本的味道 所以他跟我想的完全反差 因为传统老板是胖胖 有头 没有啦 传统老板就是比较那个 跟他的味道是 他是文青味 我的大姐夫其实长得真的跟那个 跟熊一样大只 我的原来以为大象三是长对熊一样 然后其实 然后我们都挂大象三的品牌出门 所以大家以前都一直以为 我那个大象三的老板是我大姐夫 因为他长得真的跟熊一样 很大只这样子 对 那所以 后来在创业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就是你不断的添购产品 而且我在2007年的工厂只有30瓶而已 2011年4月的时候 搬到二代厂的时候 是从30瓶搬到90瓶 够大吧 可是等我开始开大卖场的时候 2012年的时候就不够大了 所以我们又多租了办公室 把办公室移到楼下去 然后把之前的办公室当成操作 你那个其实就是要做中央厨房 就是生产计定的概念 对 那2012年后来我们又租了那个楼下 大概租了六十几瓶 然后总共我们的工厂大概一百五十几瓶 但是其实还是不太够 然后那时候到2015年那一年的时候 真的是大象三的鼎盛时期 包含菜市场包含店面都非常的强 所以那一年的营业额最高达到两亿五千万 对 所以你的工厂你真的投一亿吗 我真的吓一跳 我以为是真的一亿 我跟你讲 我昨天看到你的坊干我吓一跳 我想说天哪一个工厂一亿 老实说我以为就一两千万 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说 我希望说大象三这个品牌可以 有一间自己的工厂 然后以后可以留给小孩子 他们以后如果在经营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 再两个漂亮女儿 对 然后后来因为想说我业绩可以做到两亿五千万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品牌的应该是确定了 稳定了 所以后来就去买了一个工厂 地瓶是411亿 我把一间铁工厂盖成一间 你把整个工厂买下来 对买下来 然后买了工厂买了六千四百万 然后改装花了三千六百万 现在那工厂还在吗 被我卖掉了不好意思 因为经营上面有点困难 然后那个负债比太高 后来银行就不再借有钱了 然后再来最主要是我们营运也出了问题 就是坚果的产品变化度不高 所以我们就从急剩走到急弱这样子的过程 现在还在慢慢努力的喘息 再找到新的模式这样子 我们最喜欢听急剩到急弱 再从急弱再爬起来 可是他就是 我觉得学长的品牌是 就是在急弱的时候 记者那时候在爬屁山 你有听他讲 讲到我眼泪都要哭出来 都掉下来 就是他真的是很能撑 我必须说他的坚毅力非常够 我猜啦 因为资本投资 你那个工厂的一亿下去 然后当然你就会有一些负债 那负债当然要想办法 从营收里面出来 可是中间应该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这件事情一直还没有很顺利 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原物料大涨 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 金砖五国 B-R-I-C-K BREAK 就巴西、中国大陆、印度 还有俄罗斯、还有南非 这五国 你的人口把它加一加 中国大陆有15亿 印度有13亿 然后巴西2亿多 俄罗斯2亿多 南非8千多万 所以你整个把它加下来的时候 那将近占了全球人口一半的 所以金砖五国爬起来的时候 实际住行各方面都暴涨 所以原物料都暴涨 然后再加上 你的售价 从大概要涨了一倍或一倍多 客人突然没有办法接受 他说干脆不要吃了 所以再来的话就是 那几年 可能大家看到大象山很赚钱 所以就很多的监果业者投入 那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投入呢 因为我们后来走合法的路线 就是要缴税要抱劳健保 各方面我们全部都走合法的路线 但是菜市场那一块 它一样 它可以买一台10层的热风炉的烤箱 就可以跟大家上去拼了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家的工具有多少 旋转炉 32盘的旋转炉 我家有4台 10层的热风炉 我家有7台 我家还有一台自动包装机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立带 随着神圣包那些 全部都是用自动包装机包出来的 所以我们走一个合法安全的路径的时候 其实它的成本是比一般传统的那个 那个那个业者是高很多的 成本高的 对 那一般的业者为什么可以卖那么便宜呢 第一个 你看哦 它自己轰 自己卖 所以它没有土 它没有那个人事的成本 没有租金的成本 所以它可以大概原物料买回来 轰过之后 可能大概加1.2倍 直接去菜市场卖就好了 就可以跟你拼了 对啊 但是我们可能必须要多贵很多倍 对 但是这个就是变成一个说 你对品牌的认定上面 你该如何去做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刚刚有讲到 我店开太多去影响到菜市场了 不然的话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 我们菜市场的年营业额都已经破亿了 往菜市场 菜市场就破亿了 对 所以大家都以为菜市场很没有钱 菜市场很有钱 我想要去菜市场 又不用缴税 对啊 讲完了之后 而且租金超便宜的 没有没有不便宜 菜市场吗 我们菜市场的租金我最贵 一个月 我最贵的位置 一天租3千七 租了十几年 一天3千七 位置很好 位置很好 对在内湖的那个成功市场 湖光市场那边 你现在还在吗 我家啦 你家哦 我跟你讲 他小时候的日子过 比我们两个好多 他还有地可以收钱 我们两个才是一挂的 他家在台北内湖 我把账号给你 台北内湖 可以接受你的投资这样子 对那其实这样的话 就变成我的店面 慢慢的 业绩一直拉不起来 所以后来请了一个顾问 进来辅导之后 他跟我判断了一个点 我没有政治立场 纯粹是分析 就是说第一个是 蔡英文上台的话 陆客一定不来 哦这是真的 所以他建议我收 所以我就 从五十几间店 慢慢收收到 2019年 气最弱的时候 剩下13间 那收到底好不好 如果不收的话 可能大象山不见了 因为那个每一间店都是 还好你请了过问 对每一间店都赔钱 对 然后那时候的话 那个很多的坚果业者 又不断的投入 你现在去 去那个什么 那个购物网站 你去看那个 你只要跟他打坚果 你看他可以跑出 几个品牌出来 你就知道了 很多年轻人在做坚果 对我们在2011年 2013年或2014年 那时候的话 你大概打坚果的话 找不到五六个 现在大概可以找到 40个到60个 你就知道坚果品牌 变多少跑出来做坚果了 对 所以就变成竞争程度 更激烈了 但是呢 我后来去念青大EMB 我为什么想去念青大EMB 因为我觉得 我已经淡尽圆绝了 我想去找一个 国立大学老师来教我 然后看可不可以 更厉害一点 可是那时候会愿意请顾问 真的很少人这么做 表示你相信专业 其实我 那个过程 我一直都有在上课 我不是用一般菜市场 在经营我自己 我在这边也跟大家 很臭屁地讲一个点 是说 我们在 刚开始在大卖场开店的时候 我们那个 那个讲义 SOP 都是我写的 然后我们甚至把SOP 把它列为那个管制 为什么 因为很害怕 那个其他坚果业者 把我们的讲义偷出去了 因为以前你在 我们的网络 新起的时候 是大概在2011 12年之后 才真的 真的正式新起 那Google那时候 才真的成立 比较强一点点 2008之前 你去打坚果 是找不到资料的 所以我们把那个讲义 把它列为列管 为什么 因为我看了很多的书 所以我虽然是做菜市场 但是我个人很爱看书 有感觉 看杂志 书气息蛮重的 对对对对 所以 很多人不相信 我是做菜市场出生 所以我说我第一次看到你 就怎么那么文青 所以又跑去看你一眼 这是第一次 对对对 所以 其实真的是 你要去做一个事业 真的 我必须告诉所有的朋友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创业 你必须不断地 上课 不断地学习 才有办法让你维持 你公司的强度 那后来呢 在 我去上青大的一个 我们邱翁昌执行长 他这一次 那也是我指导教授 我们两个同一个指导教授 邱老师 我找史院长 我是找史院长 很严格 对对对 他对我很亲民 他对我很亲民 因为他不懂 我是邱老师 我也是邱老师 对对对 那后来呢 我去考EMBA 我报了两所 一个是中央 一个是青王 那很幸运的是 两所都上了 对那后来 我还是选择念青华 因为青华比较近 而且那时候 又想去开发大陆的市场 所以那个青华 两岸青华 对啊 我们有一个slogan 两岸青华 两岸唯一只有青华 对 就是北京青华 对对对 然后以前会觉得是说 青华这是我一辈子 不可能进得去的学校 所以后来就 决定还是去念青华 那刚好上到那个 邱老师 邱老师 指导长的那个课的时候 他 他里面有一个行销的那个课 有一段 我就甘愿了 为什么会从极弱到极胜 所有的企业在从 炒创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它的每一根的成长期 是刚好十年 然后大象算是从2009年 开始开店 走到大卖场里面去 到2019年的时候 刚好是坠落的时候 对 那你有没有第二根十年 那就必须去靠你的创新 靠你的转型 刚好那时候 EMBA就是第二个十年 所以刚好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一直想说 我继续这样子开店的话 其实没人认识我 所以2020年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就是其实我一直很想 开一间旗舰店 一个大型的店 一个专卖店 让客人对我们的形象会更加分 那所以我们在竹北的 庄金南路56号那边 开了第一间的旗舰店 然后老实讲 那时候也怕怕的 就是说第一间店开的时候 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那后来的话是发现说 但是选点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就是我们当时 为什么会选竹北的一个原因 第一个贴近科学园区 第二个的话是 高铁啦 他住户就是园区来的 第二个是 是靠近工厂本部 所以我们的战线资源会比较近 第三个的话 旁边要有停车场 第四个要在主要干道 或是要干道里面那些 就是这些因素加起来 所以我们选择现在的那个点 我觉得TA也很有关系 因为高铁那边就是喜欢健康 可以接受比较高的价格 所以我们现在监国馆的选点的话 基本上是 以贴近科学园区这些TA 我们TA最主要是在 白领阶级军工教这一块 高阶主管这一块 所以我现在所选的点 全部都是符合这些要点 但是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说 其实坚果不是主食类 所以会变成 大家都是在茶余饭后的时候 想到健康的时候 然后才去买坚果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知道 我们的坚果 没有办法长期维持 我们的这个强度 不是刚性需求 所以我们的 对 学姐讲得很好 果然是专业的 因为我在卖便当 便当是刚性需求 对 所以我们的坚果馆 在盖的时候 第二层一定都选了 有二楼的 可以开餐厅的部分 但是一开始我们餐很弱 其实我刚刚有讲到 我在日本的时候 端盘子端到 我脚回去还是会抖 所以我就很害怕 去碰餐饮这一块 但是你到后面 凡你害怕的事情必发生 对 你到后面还是要回来 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就想说 那我们就做一些简单的 卖卖坚果奶 其实坚果奶的话 其实是 我都有去捧场过 对 那坚果奶的话 其实真的也是一个 很好的食物 但是因为呢 它不是符合 现在年轻人的主流 所以坚果奶 虽然大家叫好 叫好叫做 不叫货 这也在清大学到的 所以有机会还是欢迎大家 来念念 要好叫做 不叫货 就是不去买 对 你的idea很好 但是不见得卖得动 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我们必须要去 去思考的一个点 就是你在不断的创新之下 它其实是没有市场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 半导体业现在也很流行的一个点 就是说 你申请的专利没有价值 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的专利申请 都一定会去考虑到那个市场 对 所以就是考虑到你的marketing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 你要不要去开发这个产品 那我们当时的话就是想说 那我既然要做餐的话 所以我们就做汉堡可送三明治 我有去吃个耶 吃了好几次 对 那这个的话也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做了两年多下来的时候 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 我们的目标客户群是四五六年级 所以我们才会在中广那边投广告 那四五六年级吃不吃汉堡 不吃汉堡的 他们都会喜欢吃正餐嘛 所以我们的餐卖得非常的弱 所以结果我们 你如果有卖卤肉饭就OK了 我也很想把卤肉饭加坚果进去 其实我曾经研发过 我觉得口感有机会 我曾经研发过 等一下我们都晚上再聊聊 对 然后结果后来做了两年多之后 我发现我的主要目标客户群 跟我的餐是不符合的 对 所以我最近的话 我就在改一些产品 就是说 我希望说后面的话 我们再研发一些比较大众美食的 我看到四位学姐 我看你便当加坚果就很赞啊 我看到我们的主持人 他的便当卖那么好 我会想说 我最近还开两家 我要转型做主食类的东西 所以我最近在研发那个什么 那个树面加坚果 那这个过程 创新树面加坚果 这个过程里面也很好玩的是 我在201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没有办法解决 然后就很烦 然后后来呢 我的办公室里面就放了一个观音菩萨嘛 我就跟他许愿说 希望观音菩萨保佑 让我这件事情可以落幕这样子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那我吃素吃三个月 吃菜啦 结果2020年的四月开始吃 吃到六月的时候应该是满了嘛 然后那时候发生一个事情也很好玩 就想说我已经三个月没有吃到肉了 那我就去买个火锅 那个牛肉火锅来吃吃看 结果你知道吗 发生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 会烙晒 不是 那个牛肉 那个我塞到嘴巴里面 我咬两下之后 我发现牛肉还在流血 我感觉那个牛肉还在流血 我就不敢吃了你知道吗 怕了 对 我讲会烙晒是真的有些人 因为肠胃已经不习惯 这个肉的那个 所以我一直觉得是说 那个菩萨一直叫我说 你要吃素 现在还在吃素耶 现在还在吃素 现在还是在吃素哦 你坚持下来 现在偷吃肉的话也很好 对 佛祖会惩罚你 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 那个很神奇的 你把它当作神话再听就好了 但是这是真的 我讲话不会乱讲的 就是我的 我吃下去的肉 在经过我的胃前面那个 胃上面那个口叫什么口 幽门 幽门 幽门还是分门 分 我忘记了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对对对 我忘记了 经过那个口的时候 那个那一瞬间那个会痛 会痛 你会这样抽一下 那吃完之后会发生一个现象 就是说 我整个人会觉得 他不会让你痛 但是就让你觉得 他不舒服 你搞到后面 你就会不敢去吃 那就乖乖吃素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说 可能佛祖有他的用意在 那好坚果也是素食的 对对对 学长我想问一下 像其实你这么多 你有没有发现 我一直都很安静 我好少访问来边这么安静 因为我一直 因为学长就直接讲到我要问 所以我都不用问 他是知识性的 真的 然后我们讲说 管理的第二曲线 第二成长曲线 那我如果简单归纳来讲 市场是第一曲线 然后搭卖场是第二曲线 这时候你又 因为我本来有一题 是想要问创新 这个学长自己讲的 他自己在做这个旗舰店 然后创新的餐饮 现在又是导入 其实已经是事业 搞不好是第三曲线 正在进行 可是每一个阶段应该都有一个低潮 除了这个吃素求佛祖以外 你怎么度过的 我最后想要特别了解 其实我觉得创新有很多东西 我们一般的创新只有想到 叫做商品创新 你一直不断地在研发新的产品 不断地丢 还有服务创新 服务创新 其实还有一个叫做行销通路的创新 所以广播其实对我来说 其实他是对我的注意非常的大 以前大家不会觉得大象山是个咖 但是每天跟你狂轰烂炸十次之后 你会发现大象山是个咖了 这是一个广告的 真的啊 IC之印每天都听到大象山 对 因为我那时候投了两个广告 一个是IC之印 一个是中广 然后再来的话 旗舰店的那个 那个 那个 IMAGE很强烈嘛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大象山 送大象山 送你是很有面子的 那另外的话是从以前开始 我一直很重视一个点 就是叫设计 包装设计 那我们所有的包装设计 全部找设计师 而且要设计到符合我要的那个调性 所以 第一个 我既然是在日本待过 我希望我的产品有日本的氛围 因为 目前在 全世界或亚洲里面 的食物 包装 设计上面 其实 我觉得日本还是最先进 你知道它多 Picky 龟毛吗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你有设计 一款那个白色带子 你说那个不是你喜欢的 你可以把它整个不要 对 而且它的那个 一个带子成本是很高的 对 就是坚持 有时候会有一些理念上的坚持 我拿到带子说 学者这个带子是怎么样 其实我也会换一个新的 你这个品牌印象一出去就很久了 所以这个用的时候 还是要很小心 非常挑剔 它真的很完美主意 就是对 然后从产品服务通路 然后一些创新 那 对 我还是想要追问一下 最痛苦的时候 你怎么去度过 因为你一定有 市场不断的在收 然后你知道你要发薪水 员工家庭都靠你 那时候最痛 可是我看你都是很开心 我听的是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最后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你怎么去度过这些低潮期 其实说真的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承担 很多的黑锅 很多的压力 我建议你不要来当老板 当老板的话 那个苦没有人会认同你说 你这么辛苦 大家都只有觉得你应该的 对 所以我每次都把叫做 真的是吃苦当就 叫做吃补 因为就是你遇到了很多的苦难了之后 你才有那么多故事可以讲 那我个人鼓励我自己的做法 就是说 其实我蛮感谢这些负面贵人 或很负面的状态 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是求安逸的 他不希望成长 他不见得会希望你一帆风顺 所以就是因为在遇到这些苦难 才有办法让我们不断的去进步 所以我觉得人生的过程里面 就是不一定会大富大贵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很扎折 去把自己的这一生 把它过得很精彩这样子 这是鼓励我自己 所以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都会蛮感谢这些负面贵人 我没有那么多的抱怨 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抱怨 我只有想办法赶快把 大象山的这个品牌 可以做到更红 让公司营收可以更好 然后我真的可以把员工照顾好 我觉得现在是我的社会责任 所以士伟你有没有发现很多 不管他现在成功 或者是已经成功 或者是迈向成功的人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假扣动作假扣 任何的苦难你都要当作养分 对 这个因为这是信念的问题 你有这个信念 你才能够熬过每一个过程的低潮 其实我觉得现在 你在杂志上面常常看到 以前很少 现在常常看到一个词 叫做试错 试错 什么叫试错 其实我们都叫做失败为成功之母 但是没有人知道 什么叫做试错 其实试错是需要成本 跟你的体力 跟你的精神的 你每次的尝试 比如说我们以前 在2018年当我包装 我要整个去把它 钛换掉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的袋子的成本是多少吗 里面的袋子成本大概还有100多万 你舍得丢吗 一般舍不得 而且你确定你的成功 你知道我们团购做几年才比较成功吗 我们现在的预购制的话 大概我们现在有买1万优惠9000块 以前是9000块会优惠7200的活动 大概卖了两年多才成功 对 我可以在他的旗舰店 比如说我一次你好像6000 我可以储值 然后去慢慢领 对 这是在你换袋子的时候 其实你也不懂得怎么行销 客人不见得认同你的状态之下 其实你还要撑了两年多 还好没有倒 还在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要选择创业的话 你真的要必须有任性 而且必须要很多的贵人 那这个就是平常 我常常觉得我自己的一个心得 就是你做事之前 你必须先学会做人 所以平常我们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 我们做得到的事情 我们尽量多帮助别人 在我的人生历程里面 就是说 你看为什么会有一个朋友那么好 会介绍 介绍你来卖坚果 其实我对那个朋友也很好 只是我很少去提 我们对他做的事情 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觉得是说 你应该是说 那个平常要去培养你的人脉 你在你很痛苦的时候 你才有人会伸出一把手 把你拉起来 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跟这个大象学长聊了好多 而且他完全不常思的 把自己经营的过程 包含公司的整个经营的状况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也得到 反正要把苦难当作养分 要把人做好 然后秉持这个信念往前 你就有机会 是 好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大象来到我们现场 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好吃的坚果类 那听众朋友 如果有需要这个资讯 在我们的节目资讯 你可以点击到大象山的相关资讯 也期待 希望这边你旗舰馆之后 开了之后有什么更多精彩的故事 我们再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 那也快要过年了 也希望 那个现在坚果礼盒非常的流行 也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大象山的坚果礼盒 我们会把大象山的坚果礼盒 放在我们这个广播跟YouTube的下面连结 给大家去点 好 谢谢 好了 今天就到这边咯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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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